今天我们带到Paul、Evan、Alsu、Vladimir 安卡拉一架飞机起飞降落在美国国土上 下期的阶梯虽然没有铺上红毯 但另一端是总统笑着街机 机上的乘客几年来吸着莫斯科冷酷的空气 如今重返母国怀抱 心里竟有些不真实 这项七国参与冷战以来最大的换球协议 被看作是美国近年外交最大的成功 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退选当天 还在致电斯洛维尼亚总统协商换球事宜 26人的换球大行动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谈判 美俄最初的换球其实还包含普丁当时的头号敌人纳瓦尼 纳瓦尼突如其来的死亡 让在努力协议的各国一度以为谈不成 然而谈到最后美国终于发现 要和俄国谈拢有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释放被关在德国的克拉西科夫 时间回溯至2019年 前车臣判军指挥官 在大庭广众的柏林公园内被暗杀 作案的凶手就是克拉西科夫 据传克拉西科夫是普丁雇佣的杀手 也是和普丁一同带枪练把的密友 普丁还曾公开赞扬他 消灭匪徒的爱国情侨 我们知道普丁与他自宣布 他甚至在电视频中认识 放杀人犯一马还让他受奖 在西方大国眼中通常是不可能接受的 然而这次的情况棘手 拜登竟然让德国总理肖兹点头答应 释放普丁的得力杀手 根据德国电视报道 肖兹的办公室和司法部门甚至一度为此事起了争执 拜登最终是以什么代价让德国首肯 并没有向外界公开 两国只有不断强调合作联盟关系 促成了这宗历史性事件 西方大国喜自私庆祝 但普丁的笑容可能更藏不住 对 Putin这一定是一质 有没有疑问 他已经获得了一质 他已经很长的质 他想了Vadeem Krasikov回来 他想要能够送到他的服务员 在输入地球 他们会做什么需要帮他们回来 有些特别的 sanctions 我们可以开放 或什么的 总统的原因 尤其是对抗兴党的印象 普丁透过换球驱逐反对派势力 也救回了克拉西科夫 成功塑造伟大的父亲形象 让他的间谍与杀手愿意继续效忠他 有些政治观察员乐观看待换球事宜 认为俄国有机会在其他议题做出妥协 不过世事总有代价 德国必须放走杀人犯 美国可能得提供德国异议诱因 而普丁选在此时允诺换球 是为了换回忠诚下属 还是有意介入美国大选 他暂时还不会先排